欣赏动漫魅力,聊过你的心弦 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神聊电影 幸运的人的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 不幸的人的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小美和小强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 父亲当初说出去抽烟 结果一去顾回 姐弟俩的性格截然相反 小美是一个运动型 小强是一个懒惰型 这一天小强到厨房喝清水的时候 出柜之中竟然出现了一个男人 她是小强想象出来的父亲 虽然这个父亲很不称职 但是总归是自己的父亲 这时小美接到了男友的信息 原来小美也因为父亲的缘故 还没有答应着求者 姐弟俩因为截然不同的性格 经常打打闹闹 晚上妈妈回来了 她先是查看了电话的留言 然后整理了孩子留下来的家务 休息一夜之后 妈妈赶着上班 但是小美却想搭她的顺风车 在两个人出门之后 妈妈安排小强把家务做好 可是此时的父亲 却又出现在了洗衣机之中 但是这些小强已经见怪不怪了 做完家务的小强 陪着壁橱里面的父亲一起打牌 这时小强听到了一阵电话铃声 原来是姐姐的手机忘带了 可是当小强打开抽屉的时候 却发现姐姐的男友躲在这里 于是两个人就聊了一些 只有男人才懂的话题 突然小美回来了 小强在偷偷溜走的时候 把手中的纸牌掉进了妈妈的房间 可是这个房间是打不开的 只能等妈妈回来的时候再打了 于是小强就安心的走在地上看电视 可是躲在书柜之中的爸爸 又开始作妖了 原来他把自己的头像 画在了家人的照片旁边 看来他似乎是很想回归家庭呀 很快小强就在沙发之上睡着了 而他想象之中的多个父亲正在帮自己打扫房间 这时妈妈回来了 他伤心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这时电视的声音吵醒了小强 里面的景象似乎在预示着什么不好的东西 小强看情况不对 于是用找纸牌的借口让妈妈打开房门 可是现在的妈妈很不耐烦就赶走了小强 就在他想喝杯雪碧冷静一下的时候 却发现小美的男友从她的房间出来 并且匆匆忙忙的离开了 早上妈妈急急忙忙的去上班了 但是今天轮到小美打扫房间了 于是小强就提醒小美 可是小美却躲在房间之中哭泣 看来是被男友给甩了呀 这时小强看到妈妈的房门没有关好 于是就走了进去 最后还在柜子下面发现了一把钥匙 他利用钥匙打开抽屉之后 发现里面装的全部都是父亲的东西 还有他们的全家照 这时小强才明白 妈妈一直都没有忘记父亲 但是此时的他也发现 自己的作为似乎和这个没有尽到责任的父亲 没有什么区别 从此小强开始改变自己 他将自己的胡闹和幻想 统统打包丢掉 因为他是这个家唯一的一个男人 一定要做好保护女人的职责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